大家好我叫小轩 前三天主页更新的内容是对KYC程序做了一个说明 那小轩我这两天爬文和阅读了几遍这次的更新 为大家整理出首页更新的要点 影片也会详细解说以及提出我的看法和观点 在影片开始之前 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 我们进入今天的内容吧 那KYC分成三个步骤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步骤 在内文官方有提到当前 KYC是每天随机邀请进行的 派友们在点亮闪电后会随机收到KYC邀请的通知 当然你如果没有收到KYC的邀请 也可以去派浏览器的KYC检查看看 然后官方有在这里特别指出 派官方可以让所有人去进行KYC 不过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不把KYC的名额开放给所有人呢 首先开放KYC给所有人是不存在技术性的难度 派核心团队迟迟不开放KYC给所有人 而使用邀请的方式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之前后面的流程出现了问题 加上派有3000多万的活跃用户 如果这3000多万的活跃用户在同一个时间去KYC 那么人工验证一定会验证不及时或验证不过来 因此官方就算把KYC的名额开放给所有人了 后面验证进展缓慢反而会造成积压 是会造成系统崩溃的 那个时候只会有更多人去抱怨官方 为什么不要一步一步来 所以派官方让所有人进行KYC之前 一定要确保大量邀请 不会造成实际上阻碍引导速度 和整体系统扩展的阻塞 这就是为什么核心团队对这一步施加限制 以及目前还是以邀请的方式来做KYC的原因 有很多派有在提交KYC申请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问题 官方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活体人脸认证 活体人脸认证就是判断你 是不是真人在操作 不是机器人在操作 那遇到的问题是 派有提交活体人脸认证的KYC信息的时候 由于手机款式的不同 比如有的手机的型号比较旧 所以在传送面部表情这类信息的时候 系统读取不了和识别不了 不能够捕捉到他们的表情 这就导致KYC认证失败 当然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已经减少了信息提交过程中 相关的冲突和摩擦了 派核心团队这段时间 工作努力的中心重点之一 是在加快KYC认证 那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系统性能的提升 第二个是地区性人工验证者独立完成 也就是说在一个地区 人工验证是否能够独立地完成验证KYC信息 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系统性能的提升 System Improvement 简单来说 系统性能的提升就是如何保证KYC的完整性 以及个人信息的隐私性和KYC的安全性 这里提到派核心团队遇到一系列技术性的挑战与困难 但是派核心团队这段时间工作很努力 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 比如在人工验证验证KYC的信息打上水印 验证者通过培训流程 以及人工验证任务分配 验证KYC信息过程中的都会打上水印 以确保和加强安全性 另外这里有提到 系统会把我们每个人提交的KYC信息先进行碎片化处理 把每个人的信息打碎 再把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发给多个验证者去验证 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能够确保个人的隐私 以及确保KYC的安全与完整 所以以上就是这段时间核心团队忙着解决KYC的重点 接下来这里说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在过去的一周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技术上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如何把KYC的信息打碎 再分配给验证者 验证过程中如何加强确保KYC安全的进行 这些上个星期核心团队终于把这方面的障碍瓶颈攻克了 现在基本上已经突破了技术上的瓶颈 能够加快再加快KYC速度了 由于KYC之前还存在一些bug 所以也存在很大的几率出现验证错误的问题 在验证的时候会出现许多错误的信息 由于核心团队自始至终坚持KYC的高标准 所以这里也提到了 之前许多派有做了KYC认证没有通过的 现在还要进行重新认证 就是说现在有一部分派有做了KYC 但是还没有收到通过KYC认证通知的话 那可能是里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接下来会进行重复认证 意思就是说把你的信息再打乱 分发给人工验证者重复验证 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刷子通过 派的KYC审核从始至今都非常严格 原因是一人只能拥有一个账号而已 这样对所有的派有都非常公平 也怪不得他需要这么久的时间 这里也宣布了一个好消息 目前全世界77个国家和地区 都能够进行独立的人工验证了 占了全球生产力的80%以上 但是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的国家 没有足够的KYC验证者 所以这段时间派和新团队努力的方向 也在攻克这些难题 这里对他们的做法也进行了一个说明 那就是交叉验证的做法 打个比方说 如果马来西亚没有足够的KYC验证者 来验证当地KYC的信息 那邻国如新加坡的KYC验证者 可以帮助马来西亚的派友验证KYC信息 也就是说A国家派友的KYC信息 给另外一个国家的KYC验证者去验证 另外派和新团队和聊天室里的管理员 也是每日每夜在帮助那些 还不能进行独立验证KYC的人工验证的国家 可是一旦他们通过KYC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申请成为KYC验证者的人也多了 那接下来这些国家就可以独立进行人工验证了 这样KYC的速度就会大大的提升了 这里派和新团队讲KYC的速度肯定会更快 因为结合了机器化自动识别和人工验证 但是即使KYC的速度加快了 派官方还是鼓励大家都去申请KYC验证者 因为当验证者更多了以后 KYC的速度才会越来越快 所以当你通过KYC以后都可以去申请成为验证者 但是已经成为或将来要成为KYC验证者的人请注意哦 由于在你成为验证者之前 所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验证者服务协议 所以在KYC验证过程中 访问的任何信息都不可以被复制或部分复制 不可以下载或与任何人共享 任何违规行为都是可追踪的 并且违反者将被追究责任 此类违规行为的处罚很严厉 因为你除了要承担法律责任外 也会受到Pi Network的最终禁令 你的Pi账户将删除和所有先前开采的Pi完全丢失 小轩我听说之前有一位验证者泄露被验证的资料 然后这位验证者的账号被封了 项目方对于各自管控相当严格 所以Pi友一定要遵守规定 千万别当而戏 代价是非常惨烈的 就像小轩我在上个影片说的那样 米古拉斯博士和团队一直在优化KYC 目的就是在未来去中心了 保证网络在各个环节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总之现在KYC验证速度在加快了 很快就到我们了 项目方的努力我们一直都看在眼里 我们一定要记在心里 也请Pi友们多给项目方一点时间 一份理解 一种鼓励 最后大家也可以做好KYC先前的准备 比如下载好Pi浏览器 创建Pi钱包 以及确认你的Pi币钱包地址 弄好以后就等待KYC的通知 然后通过KYC了 就申请成为KYC验证者 帮助加快KYC审核速度 OK 那么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小轩 谢谢大家的支持哟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